各位觀眾 大家最好幫助阿靜的方式就是 多看阿靜影片 然後多訂閱阿靜 開啟小鈴鐺 然後阿靜的影片不要錯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雨 歡迎來到我們的黑talk 時間 本部影片要聊的事情 其實稍微有點久了 今天要聊的就是 阿靜雜金今天要結束的這個事件 那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黑talk 系列的話 可以在下方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們想要看我聊什麼東西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或是我聊什麼主題 留言可能沒那麼常看到的話 大家也歡迎可以下方自己連結我的discord 大家可以在裡面就是說 魚哥你可不可以聊聊看這個 這樣子 然後我會去評斷到底 我熟悉還是我不熟悉 或者是有沒有興趣這樣子 好啦各位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的正題 阿靜有在我這部影片發布前的前三週 6月24 我拍片的時候是7月18 他發一部影片是 夢想結束 雜雞店要結束了 那他那種其實就是在講說 就是他的炸雞店要整個收起來 就是歐媽媽 至於是為什麼 其實就是 營運上有問題 公司財務有問題 然後其中一個股東 在沒有經過他們的同一下 然後自己擅自貼了兩百萬 然後並且還要大家一起補這個兩百萬 這樣子 公司的虧損其實非常的大 然後導致整個炸雞店沒辦法在營運 整體概念是這樣 那我自己 我自己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像歐媽媽我老實說我去過兩三次 對 台北店大概去過兩次 然後台中去過一次 就剛開幕的時候其實我有去 老實講那時候就是很支持阿靜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很厲害 可以做到就是自己開店 還是我周遭的朋友 就是我們等一下再做其他的評論 當初我看阿靜的時候 你們要說阿靜做的不認真嗎 沒有 他做的非常認真 因為他就是在目前負責歐媽媽這個品牌的宣傳 那他也很常宣傳 然後也很常拍片 然後我有看到他有邀請很多 YouTube的朋友一起去 那像是我去參加過的歐媽媽兩次活動 其實現場都有很多人 都有很多老朋友都有去參加跟烹唱 然後都有去試吃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的 我覺得歐媽媽在我心目中 滿分十分也有八分 而且醬真的是一定必佳 真的超好吃 可是對以後吃不到了 老實說真的很難過 首先嘛 看到朋友遇到這件事情一定會難過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品牌敬得很好 然後大家想到阿靜也會想到歐媽媽 然後看到歐媽媽也會想到阿靜 而且歐媽媽這個名稱 我覺得沒有跟阿靜綁得很一起 所以其實傳播給新的民眾 其實也是非常OK的這樣子 而且他本身炸雞是真的好吃 然後價格也沒有說到太貴 因為現在素食店的價格都超貴 歐媽媽這個品牌的價格 其實算是我覺得一個中等價格是OK的 重點是本身調料也很好吃 然後炸的也很不錯 那我們再回來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其實有點奇怪 為什麼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因為這個股東在到說經營狀況有問題的時候 還自己貼兩百萬 然後並且想要大家一起均分這兩百萬 我覺得這點超級怪 他自貼這件事情 是真是假 因為自貼是他自己跟阿靜他們說嘛 我們按照影片上面看到的話 我覺得其實很大的有可能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有幾店 首先可能是有幾家店是有賺的 然後有幾家店可能是虧的 然後因為台北店那時候剛開嘛 那我猜想有可能是什麼 資金不足 但是這一位股東想要拼一波 因為覺得說 有機會會賺 我其他店可能有賺了 那這家店一定也可以 所以自己又貼了錢這樣子 我覺得不敢跟他說會有一點是因為 他覺得很有把握 這件事情可以做成功這樣子 因為如果說 一開始就想要搞心態 或者是想要搞事的人 不會想要自己去貼錢 一定是想要從公司直接存拿利益 然後直接人就走 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個股東 他原本覺得是會賺的 所以才想要投 然後等全部做完以後 再一次跟大家講 我覺得做的股東的心態 可能有幾種 他可能是覺得說 因為一定會賺錢 他想要試試看 然後自己多投這兩百萬 但是多投兩百萬 其實數量真的是很大 然後後來發現 哇 就是 很虧損 然後整體其實沒有到太賺 那怎麼辦 也只能攤牌 然後就是 公司其實都是虧損的 那我有投這兩百萬 那大家一起分攤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 阿晶他們應該有在處理 我不確定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可以開告的 就是直接在針對這一點 因為 首先嘛 他自己投兩百萬 那這也沒經過公司同意 沒有經過你知道 沒有所有人同意 除非負責人掛他 然後他又是最大的股東 然後他自己做這件事情 確實會更難一點 但今天負責人不是他的情況下 他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說其實 真的不干公司的事 因為是他自己投的 所以他那兩百萬等於是打水漂 我覺得他後來想要兩百萬 其實就是 心有不甘 就是 我花了這麼多信力 大家應該一起付啊這樣子 然後 又一直講說什麼 公司其實沒有虧損 其實都有在賺錢 所以大家放心等等之類的 然後可能也沒有主動把账物拿出來給大家看 才導致這樣的後果 那在這邊 我知道大家會提出很多個問題 我這邊有些想法可以分享給大家 首先嘛 這點的事情 史莫大家也有看阿晶影片 所以大家也大概知道 那有人就會提到說 哇 像Trade上面我也看到很多 就是 阿晶自己沒有看報表 公司盈虧不知道 那其實是阿晶自己的問題 因為他沒看報表 沒有去處理嘛 對不對 但是我老實講 我自己啦 我自己 所謂的合夥 其實就是 一群志同道合 跟彼此信念的人 一起合作 然後就完成一件事情 這樣子 應該是合約那些 當然一定要寫好 因為大家也看到了嘛 就是 在YouTube上面 就是一堆人 就是沒有簽合約 然後導致後來 分夢靈系的很多 那 欸我沒有偷唱哦 合約寫好當然固然重要 那我覺得這些基本的 他們應該都有做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覺得合夥就是這樣 大家是一起 然後互相的分工合作 各私其職 擅長什麼 就做什麼 這樣 因為像 我們現在 利物諾斯 其實概念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是 各私其職 然後都做自己擅長做的事情 但是呢 我們還是會 彼此分享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 這件事情的進度 等等之類的 以及說 我們做這件事情 欸 有遇到什麼問題 等等 我們其實都會 互相告知 這樣 我不確定 阿晶他們所謂的 沒看報表 到底是完全沒看嗎 還是其實 半年一次等等之類的 因為像我的後 舉例來說 我可能不擅長會計類 然後以及 財務類 那我會把他交給一個 合適的人 舉例來說 我可能會請一個會計 而我的合夥人 如果他是熟悉的話 那我也可能會交給他 只是我自己的話 可能會 舉例來說 我變成 可能不會是 每個月都要看 為什麼 因為你有交給一個 你新的人 然後 以及說 因為各私其職嘛 如果說 你一家公司 然後你有很多合夥人 然後這家公司 規模算中等的情況下 你的負責人有很多 或是你股東很多 然後每個人有去做 自己各式其職的事情 老實講 不愧是 每一個人 在做什麼 你都是全部都知道 而且 細節全部都能把握到 那 我覺得像 財務當然是比較重要 這確實 但我覺得 可能不會每週都看 甚至可能 一個月 也不一定 可能兩個月一次 也有可能 因為像 真的是做久了 然後比較信任 真的我覺得 一兩個月 看一次報表 還蠻正常的 因為公司在穩定運轉的情況下 老實講 你不會太去關注於 就是財務報表的情況 因為你知道 公司每個月都有 穩定的支出跟收入 而且你也可以從 其他地方看得出來 所以 並不會這麼仔細 嚴格的去 一直關注這個報表 反而別人會覺得說 哇 你也太care了吧 之類的 這樣子 雖然說 多一個防範 多一個保險 但老實講 在合夥的前提下 是要彼此信任的 你合夥也沒想到你的合夥人搞事了 然後害你 然後直接騙你說 我們財務都正 然後實際上是負的 這樣子 你沒有合夥的情況下 一定不會是這樣 我覺得阿靜信任他的合夥人 那以及把這件事情交給他 老實講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對 信任別人不好嗎 沒有 信任別人是好事 但是就是 你知道 因為跟金錢上面有關 所以我覺得 可能不用到 很經常去看 或很經常去 關注 但是至少 我覺得 像我啦 我自己 保底可能一兩個月 可能會 就是看一次 而且不是單看而已 我覺得最好的情況是 因為合夥人嘛 就是彼此合作 然後也會很開心的朋友 或者是 彼此合作是信任的人 就是跟其他合夥人 一起看財務有什麼狀況 是不是 阿支出太多 或者是 喔我們現在收入是這樣子 公司的營餘目前有這些 那是不是可以從這邊 然後再去做更多的合作 或更多的開發等等之類的 這樣 因為 如果要開一家新店 或者是 如果要做一件大事 老實講 還是會稍微看一下 就是財務報表的部分 會看說 是不是適合開 是不是適合做 這確實是會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阿進並不是 全部都是錯 老實講 他信任別人 然後各司其職 其他人做擅長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就有點像是我請會計 如果會計做假帳 但我不會知道啊 我要等到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可能才會知道 因為我平常看帳戶 如果我請那個會計 是會做假帳的 但我根本看不出來 我根本看不出來 很久以前有分享 但是我覺得我的比較小 就是各位還記得 我有分享過 我有被員工背叛過嗎 老實講 那時候我的狀況影師就是 其實在員工錄之前 我並不會知道 這個員工未來會這樣對我 而且可能對他很好 但他最後卻這樣回報我 我真的覺得 這只能是個人 那在任何行業 可能都會遇到這種鬼故事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 阿進在這一點上 其實就是 運氣非常不好 那確實 他也有在影片講說 他以後 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 他會再更注意 然後也要跟 像是營收錶啊等等之類的 他都會更去關注這樣 那我覺得其他部分 就是阿進是負責 總體的前台的行銷宣傳 老實說 我覺得是 沒什麼問題的 因為真的是要各私其之類 我以一個 就是旁觀者來看 就是歐媽媽本身 他的體系算是比較中等 所以我覺得他能請的員工 也不能太多 越請員工多 成本就越高 所以很多事情 應該都是阿進本身要 親一親為 老實講 應該真的是蠻忙的 因為開店應該真的很忙 那一陣子 我就有感受到 因為那陣子好像是 有約阿進還怎樣 可是他很多時候 都是要 忙歐媽媽的事情 然後或是 剛好歐媽媽有活動 所以老實講 阿進從頭到尾 還是很認真在對待歐媽媽 他只是把自己 不擅長的事情 分配給自己信任的其他股東 只是沒想到 那個股東從後面 再這樣被刺他這樣子 那總體來說 我還是覺得 股東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看影片來講的話 他是從去年代電到現在 然後兩百萬 就是一個人會這樣 無緣故一直投 一直投兩百萬 才停手 才敢直接講嗎 很怪 就是一百萬的時候 他應該就會感覺到 就賺不回來啦 就是他還投到兩百萬 在這點上真的超怪的 就是怎麼會有人這樣做 雖然說我也不是沒看過 對 想像我媽 所以我家才被法拍 老實講 會想要聊的主要也是因為當初看到阿青發生這件事情 我自己個人也很有感 因為我有曾經發生過雷同的事情 然後又曾經被自己信任的人被施過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 能理解 能理解 因為我自己個人 我也是都是採取信任的 那我覺得假如我真的遇到了 那我只會覺得是我自己水小 我就會拍影片 為什麼 因為拍影片我要回血 至少我要把這件事情分享給大家 我才能回血 所以如果是我 我遇到我都會覺得自己水小 我可能就是想辦法先打官司吧 那官司先拍幾部影片 然後一開始再拍一部影片跟大家解釋 像是我前陣子不是被詐騙 對 那個還有後續之後會拍給大家看 好啦 那我也是分享一些想法 然後在這邊也跟阿青說 真的是辛苦了 各位觀眾 大家最好幫助阿青的方式就是 多看阿青影片 然後多訂閱阿青 開啟小鈴鐺 然後阿青的影片不要錯過 然後時不時 你看過這部影片 你可以點右鍵按循環播放 他的影片就會持續播放 你可以持續掛著影片看這樣 阿青的音量要開一些些 這樣才能被系統判定 真的有在看影片 除了多看影片以外呢 有餘的話 也可以留言一些 像是 超級感謝 然後如果阿青有開的話 大家也可以抖內給他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最直接目前可以幫助到阿青的 幫助他度過這些難關 阿青真的辛苦了 能感受得到 就是阿青從以前 就很喪心於歐媽媽 然後沒想到 這個品牌 就最後只能走向末路這樣子 詳細經過 大家也可以去阿青頻道看他的影片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分享一些我個人的想法給大家 好那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訂閱喜歡 那記得去追蹤和平 按照我分享 追蹤和平 那下方私訊欄的話 放我0個去啦 裡面有我所有的 詳細的各個社群 真的是蠻多的 等一下youtube要放很多社群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聊什麼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